妈的,真是没出息,没出息东西,挖浪费 今天给大家来讲一下野人,这是一个5级的白板野怪 并且他的生命值比5级的平均水平野怪,食人魔全手低了100点 所以说他在5级就毫无疑问的排到了第四梯队 野人一族一共有4个,除了他之外都是第一名 他是第四梯队,真的是太丢人了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在获得了6种光环加成之后 野人的水平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 一提到野人,可谓是专业对口呀 直接用放眼来进行录音 首先咱们来进行一个对照实验 这边是有6种光环效果的野人,那边是没有光环的野人 咱们来看一下获得了6种光环和没有光环的野人之间的战斗的差距究竟有多么大 右面的这位野人表示 我劝你好自为之,好好反射,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化物 从目前这个态势来看,基本上弹音之后 这边的野人生命之还在100以上 基本上相当于这个野人带着1500点的生命之内加入了战斗 接下来上场的是5G单条第二梯队野怪狗头人检拱 狗头人检拱在原版叫做狗头人兽灵 但是呢,检拱和兽灵都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重击技能 凭借到这个技能,它成为了5G的单条第二梯队 但是在决队的势力面前,你这小小的重击显然是没有什么乱用 由于这个暴雪的这个战斗设计都是伪飞技的 所以说你在安排五六场队决,它仍然都是这个结果 尽管狗头人检拱打得非常美丽,但是这场队决仍然是不可逆转的 这场队决不能说是四分轻松吧,也只能说是非常简单 接下来上场的是德莱尼兔莫泽,他有一个限级技能 这个技能还是比较强的 但是我在进行录视频的时候发现这个野怪的书性实在是太差了 这场队决基本上是毫无宣传 你可能会想这是在透视场,但是呢,绝对不是 这个野怪非常有代表意义 它的代表意义在哪里呢?就是没有广化效果的野人 他居然也可以打过这个德莱尼兔莫泽 你别看野人少了一百点生命值 他在五级当中能够干掉的敌人还不在手术 比如这个张玉格通知,即使是野人没有任何广化效果假成 他居然还打不过野人 你看这功夫够不够快,但是那没什么卵用啊 主要是每秒钟口十点生命值 即使是不口,他恐怕也是毫无胜算 不要紧,这个邪恶狂热持续六十秒 我在零食之前给他套一个 我看看能不能拿上个点位 但是从目前这个特色来看 还剩了三百五十多点的生命值 显然是没细了 接下来我们派出真正的五级第二体对野鬼火锡 还有两项技能,分别是线和火球术 两项技能怎么看也比四级的火锡 那个火眼局也合十之手啊 在五级除了野猪人一神和龙下人闲子之外 没有任何人是他的对手 这时候某个冒免的五级某骂人表示 我不错啊 火锡表示,我还心得多么厉害呢 就这 除了火锡之外,这个会缠绕技能的数人 也是个烂残的对手 基本上六级以下的野鬼被控住 就只有色录一挑 这个缠绕技能只需要消耗七十五点的烂 而且这个文艺术人有特别点的魔法制 所以说是基本用不广 无缝仙剑了,所以是仙剑的挺好啊 文艺术人叼的这点血啊 基本上就是经济广泛反赏的效果 这会就是整个话 下期视频就不会再是怎样了 直接就换成普通话了 接下来我们派出的是五级的对抢野鬼 野猪人一神 他有两条技能,分别是擦奶棒和召唤野猪 惯着这毛病,直接把那个奶棒给他配合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野人他仍然是毫无神算 野猪人一神表示 有本事你不让我放技能 不让我放技能我就肯定打不干你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野猪人一神 召唤出来的这两个灵魂组 他们的工具简单是1.2 最终野人也是毫不出意外的失败了 最后我们来宣读一下最终的成绩 野人呢 基本上就是除了这四个野怪之外 在五级没有任何的对手了 同时野人也是在窝囊会联盟里面最不窝囊的一个了 那么到此为止窝囊会联盟这个坑正式结束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方面 2 1 2 2 1 2 2 2 1